其实还要回到企业家这个问题 就是这样 创新和发明是不一样的 发明了只要是说原来没有的东西 创新它一定是最重要落实到深夜化 创新不是从善到下叫喊出来的 创新是从下到善做出来的 但它做这个的时候 它可能重去是一个善与目的 也可能有些人完全是一个好奇心 但是它就最不是靠 你下边牙就可以创新出来的 那我们看看英国 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 其实它在科学方面 它还不如法国的 好多那个后来所谓发明 是法国人一开始做出来 但是英国人不太深夜化 甚至好多法国人 因为它跑到了英国 它最终成功了 还有何必说那时候机械造子 这也是法国父子俩 跑到了英国 然后才不能发展去了 再我们看一下 二战之后 你说有了晶梯馆了 那晶梯馆干什么 他说我们有计算机晶梯馆 其实好多人在想 我有了晶梯馆 我说那收音机是不是能换一下 那个大的台式的收音机 电子馆变成晶梯馆 就变成穿在兜里的事了 有些住听器 我说瑞典人身材住听器 这住听器 你想原来也是电子馆 那造型很大 这边不好 我能不能不这个 经济馆来替代电子馆 那这样的话就事前就出现了 就是创新 无论是就是从原始的创新 还是是这创新不断地去扩散 它就是一种企业家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特别强调 就是一个压制起家精神的文化 教育体制 它不可能是真正创新的体制 即使偶尔有个人 就是一个有个奇事妙侠 但是呢 它很快就会演习旗鼓了 它不会都扩散开来的 只有企业家在这 它的折腾 那么一个新的东西 它就马上变成 重要的扩散开来 就是创新最后的 收音机都是消费机 就是说你要让普通人 感受到创新带来的价值 这才是成功的创新 如果你普通人感受不到 创新带来的价值 那就不能是真正的创新 或者可能是一个发明 又说到熊匹特 因为他是提出创新的鼻祖 因为他在1912年 写的这种经济发展理论里 他就讲到刚才你说的 这个一万两马车还是马车 只有马车变成整体机车 它才是发展 是吧 也就是创新的本质 其实也就是发展 如果一辆马车到一万两马车 它其实是增长 是吧 只有马车变成整体机车 它才能够发展 这就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本质 那为什么我们的创新 范儿若厚了 我也常常想这问题 其实是和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是吧 因为我们这种应试性教育 包括我们家长 对孩子的要求 其实我们缺了个东西 缺了让孩子能够平等 能够让他们提问题 所以我们问孩子 都是问他们在班上拍地几年 是吧 美国人问孩子 是最近学点什么新东西 我去年以色列去 以色列人问孩子呢 你最近老师提了几个问题 难倒了他没有 所以我觉得你看 虽然说我们这个问孩子 这么一个小事情 其实反映了我们的出发点 我记得爱因斯坦讲 他说其实我和别人没有不同 我只是更有好奇心而已 是吧 也就是说 其实创新是一种改变 是吧 有时候是无中生有从零到一 他希望去质疑 是吧 去提问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不是那样 但如果我们从小对孩子 不愿意让他提问 不让他去胡思乱想 就让他好好读书 好好学习 让他对已知的东西呢 是吧 又要让他这个 让他背书背透 而不让他提一些呢 这个图法明强的一些 天王夜谭的东西 我觉得就妨碍了这种 创新的这种文化和意识 我说这是我常常想的问题 我们的民族很优秀 我们呢 很聪明 学习能力很强 但是为什么创新不够呢 是吧 我觉得根上的事 就和我们一代人一代人的培养 我们到底是培养了什么样的人 是吧 是有创新意识的人呢 还是呢 我们过去老讲呢 寻规道具的人呢 是吧 我觉得这也是根上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应该特别的重视